我們把這支手做成鈴聲 取得資訊的選項裡面 把時間這裡打勾 設定在40秒之內 然後按好 然後讓這裡放白 然後按檔案 轉換製作AAC 這就一個跑出來 然後再按右鍵 這裡有個小地方有注意 先去組合管理的資料夾和搜尋選項 檢視 就是 記得要把這個 這個不要打勾 這樣他的副導名才會顯出來 之後我們來改一下 在他副導名的點 請進加個空白鍵 再把M4A改成M4R 然後出現這個就好了 確定就好 之後把這首歌刪掉 再把它丟進來 因為是M4A 欸 M4R的檔案 所以 喔對 先把鈴聲打勾 要完成 所以他丟進來直接跑到鈴聲裡面 之後再跟你的手機同步 這樣就可以了 OK 然後你再去看你的手機 應該就會有這個鈴聲 好 就這樣 拜拜 OK OK